这世界的诞生不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如此复杂的宇宙 必定指向一位无限奇妙的创造主 我们从圣经学到 我们的创造主不仅大有能力 他也是纯全 完美 圣洁的 这就是完全圣洁的上帝 此外 当然也有我们 我们从圣经中得知 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开始 所有人生来都有着人性的缺陷 而坠落 我们不完美 也不圣洁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的 一位完美的上帝 也是完全公义的上帝 所以所有不义 邪恶的想法 以及坏行为 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 但好消息是 上帝不仅仅是公义的 他也是一位充满爱的上帝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的过犯 也就是罪来受刑罚 但上帝自己却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 这一切都成就于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的降生 受死以及复活 耶稣用他的生命付上了代价 他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我们只需要呼求他 便可得到救恩 那我们应该如何接受耶稣呢? 如果你想加入这奇妙的旅程 得到全新和永恒的生命 你需要对耶稣说三句话 对不起 谢谢你 和邀请你 你可以闭上眼睛 在心里对上帝说 亲爱的耶稣 我为我曾经的言行感到抱歉 也为我一切的过犯向你认罪 谢谢你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付上代价 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 来到我的生命中 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通过祷告 你的名字就会被写在生命册上 在天上也会有为你预备的地方 现在你已经认识了耶稣 所以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养成阅读圣经的习惯 圣经能让我们知道 上帝的品格和他的心意 也让我们了解他的应许和原则 我们应该更新认知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圣经又厚又深奥 如果你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我们的建议是从新约开始 新约的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你会读到耶稣的降生 受死和复活 接下来你要学习如何祷告 我们相信天父要和我们建立关系 我们可以从和他对话开始 我们称这为祷告 你不需要担心你的祷告 听起来怎么样 只要你和上帝说话 并且聆听他的回应 就是在祷告 如果你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 就能更专注地祷告 但说真的 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祷告 无论是去上班 或菜市场的途中 或是泡咖啡的时候 因为上帝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你对话 第三 找一间教会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人携手同行 在沮丧时能得安慰 教导我们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教会就是这样的社群 特别是在你加入小组之后 小组是由一群 和你一样有着共同信仰 处于相同人生阶段的人所组成 你可以花点时间 好好寻找一间 让你感觉舒服 可以学习并成长的教会 现在你有一生的时间 来认识你的救主 也是你的朋友 耶稣愿你享受这个旅程